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一张保单都没有的 只是您保的种类的问题跟金额的问题而已 所以要提醒您我们即将要进入报税季节了 那报税里面有一些跟保险有关的东西是可以结税的 或者说你现在开始去规划未来的一年 你怎么样可以靠保险结税 所以推荐给你一个小手册就叫做保险结税 那里面可以告诉你有很多 你可以利用保险又得到保障又可以结税的好方法 好 那我们回来继续讨论刚刚的问题 虽然我们刚刚统整说 可能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退休大概要一千万 那这一千万我们就要去划分 这个一千万从哪里来 刚刚我们有提到如果我有公保 或者说劳保会有一部分的来源 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 他并没有加入这些保险 可是他有国保 那如果想那我就靠国保就可以了 那我靠国保有没有办法凑到一千万 好 谢谢主持人 刚刚我们编辑有提到假设是靠劳保的 他刚刚举的例子是30年保了30年 那未来可能一个月可以领到将近两万块 那很多人如果说那我没有工作 我就是靠国保 那我一样也是提出来 如果说我是靠国保的 那靠国保呢 他也是一样保30年 那各位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国保如果参加是满30年 那65岁以上可以来申请这个国保的年金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是可以用A室跟B室来把它 算看看哪一个呢 他可以领的比较多 那如果从这个表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即使我投保了30年 我30年后呢 我一个月可能只领不到7千块 这个是我们没有参加劳保的国人 必须要留意的 那再补充刚刚两位都有提到的说 我可能准备一千万就可以了 那假设是一千万来看的话 我看从主机出的数字里面 我也补充给各位报告 就是一千万呢 这个准备退休的这个钱呢 假设分配到 食衣住行预热医疗这方面去呢 单单吃饭的部分呢 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很害怕的 就是我们一餐呢 的餐费呢不到30块 那大概是30块的 现在我们一餐都不止到30块 一个便当都不止 那很便宜的便当也要50块 那还有一个数字呢 我想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衣 食衣住行的这个衣 虽然我们退休以后呢 不用再可能制装要去上班的 这些相关的制装费 但是呢我看到主机出的这个数字 分配到给衣服的这个呢 不到600块 那所以不到600块 一个月我只能花不到600块的制装费 我想这个都是 我们民众要很很确切的去想 假设我不准备的话 我未来要怎么办 对 刚刚我们如果用劳保来讲说 投保30年 这很多人都已经符合 可是如果讲国保要满30年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地位会达到30年 可能要是20几年后才会发生 所以刚刚陈志杰讲那个数字 6000多块 如果我们套用到20几年之后 那真的已经不是6000多块了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 可是可能有人又会想 你们是不是讲的都是台北市的事情 好像感觉台北市的生活费高 所以那些数字是不是跟 就是台北市 那我如果我并不住在台北市 我还需要准备这么多退休金 这城乡差异有很明显不同吗 是 这边补充一下 就这个议题 在内政部的社会师里面 他有统计台北市各县市 他的所谓的最低生活费的一个统计数字 最低生活费 那台北市 最低生活费是15000 那台湾省是1万块 一万零多少 大概1万块 所以显然台北市跟城乡来讲 大概1.5倍的落差 我想用四个数据来做比较 那如果说以大台北地区的话 1000万 我刚刚讲的那个数字 1000万其实是还算是中间的数字 比如高雄市或台中市 那台北市可能要高到1500 那其他县市有可能也要准备个七八百万这样子 大概在这边做个补充 谢谢主持人 那我们这边准备了另外一个 就是刚刚我们试算的一个 就是如果你只要准备1000万的话 这是以整个台湾省的一个平均数字来看的 那如果说就 如果你真的是住在台北市的话 其实就像刚刚 李经理所说的 他的一个这个 就是消费的一个支出呢 可能会是一般的1.5倍 那我们算了一下呢 这个台北市的一个消费性支出呢 大概一年是花到72万1000多元 那非消费支出呢 就要到了16万3000多元了 所以说一年呢 如果你住在台北市的话呢 你的一个合计的支出 高达了88万4500块 那你20年的话呢 你就需要准备了1000 1000万的确不够了 对1800万的一个金额 谢谢 可是退休会不会好一点吗 不会有一些费用就不用再花了吗 其实一般都会认为说 退休以后呢 我们不用每天赶上班啊 你这些交通费 或者是你可能在外面吃饭的花费呢 可以节省下来 但是事实上啊 你退休之后呢 随着你的年龄也表示说 已经越来越年长了 那你可能需要的一个医疗支出呢 是会高过你在上班时候的一个医疗支出 好所以接着我要请教三位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从养老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现在去检视我们的保单 来应应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的需求 有什么保单是一定要现在就先买好的 是我想大概从各方面的资讯 还有现代保险在整个记刊里面 这边也有特别提到 其实保障四合一 保障四合一 就是受险 还有医疗险 还有未来提供自己的养老的年轻险 还有其实我们最担心的长期看护的险 大概就是这保障 大概这四块要先拼凑起来 这个拼图才会 人生的拼图才会完整 退休养老的拼图才会完整 好那刚刚讲到这个长期看护保险 我们现在当然国内有些保险公司在推 可是有些民众也会认为说 那政府不是马上就开办这个长照保险吗 那我需要抢代政府还没有卖之前 还没有推出之前 我就自己去投保 那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长期看护保险的 投保状况怎么样 我们目前如果从商业性的长期看护保险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投保率大概是1% 那如果相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些相关的保险 譬如说我们说受险 每一个人平均有两张 但是1%是100个人里面只有一张 那长期看护呢 如果根据我们就是现在保险统计的 这些分析的资料显示 其实每一个人通通有 看了以后真的会令人很担心 就是每一个人通通有 在我们的生命末期的最后的7.3年 我们都是会必须接受长期看护的 只是有些人比较早 有些人比较晚 那如果我想要依赖的是政府的话 政府呢现在有很多的说法 有很多说105年就会开办啊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政府 我们其实从各种客观的数字都看出来 我们政府的现在的长期看护的体系呢 其实他欠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的机构 还有就是看护人员 其实这些部分呢都是我们有待于去解决的 而且呢我们的长期看护的这些相关的计划 其实我们政府现在已经有长期的 长期看护的10年计划已经在run了 但是长期看护的计划里面呢 其实他都是以服务为主 现金为服 那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到的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 我们靠政府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刚刚在看到老保啦国保等等 都是看到有很多很多财务的这些相关的问题 那长期看护不只是财务的问题 还有他人员配置的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靠自己会好一点 我想政府说的保险不够是应该的啦 因为如果政府什么都够了 那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必做 所以不够那本来就是他的天性 就是这个样子啦 不过您刚刚有提到那个医疗的部分 很多人会去想说 当然年纪大以后医疗需求一定会增加 那如果就这个部分来讲 假设我是为了我年纪大以后的需求 我是时之时务型的比较重要 还是热热型比较重要 其实两个都很重要 两个都很重要 因为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医疗的行为 其实大概都很难去预料啦 那热热型最主要是解决住院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因为DRGS实施之后 其实很多的费用其实受限了 费用增加了 所以这个就要靠时之时付来做一个弥补 对 那另外就是当然假设我们观众听了这些都觉得很重要 现在才要开始去投保或者说再等一等看看 那我们大家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比方说以医疗险为例 现在投保跟五年后十年后投保 如果现在40岁到60岁才投保 这样子来比的话 保费大概会有多大的差异 好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想说我来等一等好了 那等呢其实我们这边呢 非常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想法 为什么 因为等它本身会产生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体矿的问题 体矿的问题呢 我可能30岁买的时候呢 我身体都很好 所以呢在买的时候 我可能没有什么疾病或者是体矿会被除外的 但是如果等到40岁或50岁的时候呢 机器用久的慢慢的很多事情就会产生了 那可能有一些状况 保险公司就会除外不保啦 这是体矿的问题 第二个呢是费用的问题 那我这边呢提供一个给各位参考看看的 就是说假设呢我们30岁40岁50岁来投保这个医疗险呢 不同的状况呢可能是什么 因为如果说从保险公司的一些相关的例子来看的话 我们如果30岁就投保一个终身受险 他可能要拿出来缴的保费呢 可能一年大概是一万多块 那一万多到哪里呢 大概是将近一万三左右 那可是如果我等到40岁的时候呢 我要来买的时候呢 可能变成大概是一万五左右 那到50岁呢可能就是一万六左右 大家听起来那差不了多少啊 但是呢我刚刚讲过的 这个呢是指一定的额度而已 譬如说它只是三千块而已 如果你要买更高呢 那这个就要double上去了 那所以呢我刚刚讲的这种是 提供住院啊或者是门诊手术啊 住院手术呢是可以提供 三千块的一个医疗补助的时候 是每一个十年大概差个一万块 那如果你想如果你三千块要变成五千块 是不是要再多个double 就变成要多三千块 六千块或者是九千块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费用 就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 你刚刚讲的是终身医疗险 终身医疗险 哪一种险 住院 住院 住院医疗的部分 是 这边呼应那个陈顾问所提的这个部分 确实 我一个百分比来讲 以30岁女性投保20年级 她享有终身的医疗险来讲 那30岁假设是一 40岁的话会多10% 那50岁会多25% 到了60岁最投保会多50% 就47到50 那简单讲就是 一样的缴费年级跟一样的保障内容 可是她必须付出的这个相对的代价是更高的 那什么时候买最便宜 保障什么时候最好 就是现在买 当下买 就最便宜 而且是刚刚陈工也提到两个关键因素 如果地缘等再买 其实就是体况的问题 还有因为你年龄增加 你保费一点增加 大概是做这样的补充 另外还有一个防癌症 我想应该是很重要 因为很多癌症跟年龄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就退休人士来看的话 防癌症的重要性是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从数据上面看到 就是40岁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了一个癌症的一个暴风圈了 可是我们从市面上的一个防癌症的商品来看 因为癌症的一个治疗的费用越来越高 我们传统的癌症症 它是依照你的一个就是医疗项目来给付的 那后来就是因为癌症的一个特殊用药 可能它是标靶药物的关系 并不在以前的一个给付项目里面 所以它就调整成一个一次给付型的一个防癌症 但是事实上市面上 没有一次给付型的防癌症的商品 它是可以保障到终身的 对就是在这个重大的缺口底下 其实民众在退休之后 面临癌症的风险会增加 但是事实上它的保障是明显不足 所以如果您还是想要 为您的癌症做一个完整的规划的话 可以用一种重大伤病险 对它是虽然保费会比 只保障癌症显得稍微贵一些 但是它可以保障到终身 那也可以解决到未来 如果您可能未来罹患癌症 更高风险的时候的一个保障需求 那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一直提到1000万这个数字 那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都说我们的年轻朋友都是22K 那薪水就是22K 1000万从哪里来呢 下一个单元 我们来请我们来宾告诉我们 要怎么做 休息会立刻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